哈囉大家好,我是Ivan 感謝大家上一個防曬議題的熱烈支持 所以就誕生了今天這個第四集囉 在影片開始之前趁著片頭的動畫 幫我往下滑,按個訂閱吧 同樣的,這一集我們要來談一談 一樣是防曬係數相同的防曬乳 為什麼有的曬的不會黑 有的擦了就曬黑 那我們上一集談到了兩個原因中的第一個 而這一集我們就要談論第二個原因了 一起動動腦,思考一下這個邏輯吧 首先,我想問一問大家 知不知道SPF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SPF的全名叫做Thumb Protection Factor 指的是能夠延長我們皮膚不曬傷多少倍的時間 也就是說,如果你平常什麼都不擦的狀況之下 你曬太陽,曬10分鐘你就曬黑曬傷了 那麼當你擦上了SPF50的防曬乳 此時10乘以50等於500分鐘之後 你才會曬黑曬傷 那麼如果你是平常曬1分鐘就會曬黑曬傷的人 當你擦上了SPF50的防曬乳之後 你覺得多久之後你會曬傷呢? 答案就是50分鐘後 也就是說同樣一罐SPF50的防曬乳 不同的人擦起來,他的防護時間就不一樣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吧?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不只是這一個而已喔 我腦子都快炸了,你重點還不開始? 開始了開始了 也就是說呢,藉由這個觀念我們可以知道 SPF後面的這個數字它不是一個絕對的值 它是一個倍數 所以呢,還必須要考量到擦他的人 他本身皮膚的抗曬力 也就是他能夠承受紫外線的時間是多少 那麼接下來我再舉一個例子,要思考一下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他的皮膚今天狀況很好 他可以承受10分鐘的紫外線能力 而今天他擦的是一個SPF32的防曬乳 於是呢,他總共能夠承受320分鐘的日曬 可是可是,如果今天同一個人 他今天的皮膚狀況不是這麼的好 比如說他覺得有一點點過敏,有一點刺激,有一點點癢 或者是有一點點的紅 那這樣子皮膚輕微發炎的狀況之下 他今天只能夠承受1分鐘的紫外線 可是他今天擦的是一個SPF50的防曬乳 所以總共能夠承受50分鐘的日曬 我們今天呢,就要來比較一下這個例子 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情況下,他的防曬效果如何 你可以發現這個例子 他雖然只擦了SPF32的防曬乳 但是320分鐘,明顯的比50分鐘的防曬時間來得長得多 所以這個時候,欸,SPF32的防曬力卻大於SPF50喔 那麼接下來,我就要你稍微思考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到底是被什麼東西影響的 好,有沒有可能是被防曬乳影響的? 有沒有可能這一罐SPF50的防曬乳裡面 有一些成分,造成了這個人他的皮膚可能有點刺激 有一點點輕微的發炎 所以導致他原本明明就是可以承受10分鐘防曬能力的 卻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刺激導致他的皮膚不健康 變成只能夠承受1分鐘的防曬時間 於是呢,就導致了這個例子剛剛的那個結果 所以說這一集希望引起你們思考的一個要點 就是SPF後面的這一個數字 其實不是最關鍵的一個點 我們還要注意另外一個,則是防曬乳成分配方的安全性 有沒有添加一些像是色素啊,香精香料啊 或者是精油啊,以及刺激性的防腐劑 還有那些對我們人體其實不友善的防曬劑 這一些東西呢,才是真正應該被放在SPF以及PA這些數值之前 我們更應該要優先考量的 而除了成分的問題以外 當配方過於油膩,擦起來太油的時候 這些油也有可能造成我們的皮膚發炎喔 好,以上的例子呢,希望能夠開啟你們另外一扇窗 讓你們好好的思考一下 防曬乳除了SPF以及PA以外的東西 不要讓不適合的防曬乳反而降低了你皮膚天生的防曬力 記住啊,魔鬼都藏在細節裡面 我之所以這麼白又沒有白是有原因的 可不是只是擦了某某防曬乳某某防曬乳這麼簡單而已 如果所有的妹妹嘎嘎你都跟我一樣很在意的話 那麼我相信你這個夏天你就很難黑 最後啊,提醒大家一下 再過幾天6月8號是所謂的世界海洋日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保護珊瑚 在挑選防曬乳的時候 記得挑選海洋友善的防曬乳 畢竟愛自己也愛地窮嘛 我是Ivan,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 防曬的第五集 我在想考慮一下要不要來拍我那些愛用的防曬品好了 大家會有興趣嗎? 如果有興趣的話記得留言下面讓我知道 如果留言數有破千的的話 我就來拍我的防曬愛用品 留什麼都可以喔 那我可以留言嗎 那我可以留言嗎 我可以留言嗎 在哪個遇見 你現在也沒有信任 你會拍我的牌? 我可以留言